大家好,2021年2月16日第五部视频 据新华社消息,中国最高检近日发文要求全国各地检察机关针对涉新冠疫苗犯罪 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迅速行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及时依法逮捕,起诉 为什么呢?因为最近中国的假疫苗非常多 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事情,有什么具体情况 通过近期曝光的四起设新冠疫苗犯罪来看 一些触目惊心的细节也曝了光,让人感觉非常的恐怖 中国的社会真是道德沦丧 这个完全被中共改造成了一个唯利仕途 没有做人的基本良知的这么一个社会 不仅是互害社会,简直是丧心病狂 因为涉及到这个新冠疫苗这个案件呢 几乎都是造假案件 要知道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打了疫苗,本来就疫苗好用不好用 另说着,还是假疫苗,压根没有作用 很多人以为自己有了免疫能力 结果出路险境,最后得病 这个会让人付出健康和生命的代价 太恶劣了,我们看一看啊 消息说,这些人呢 是,比方说疫情案件 这个叫孔某和乔某两名疑犯 在2020年8月想起了 用制造假新冠疫苗销售 获利的一个想法 之后呢 通过网络了解真品疫苗的真剂样式 和包装样式上网查一查 然后用购买的这个浴罐封注射器 然后还有生理盐水 在酒店房间和出租屋内 制造假疫苗 为了扩大造假规模 他还找来了老家的这个乡亲们 这些乡亲们也都是属于这种 唯利是图之辈 只要有钱赚 这就是好老乡 不知道 其实他把你拉进了一个火坑 你不知道造的是什么吗 这个这种东西 你最起码应该知道是假疫苗吧 你不清楚是疫苗假疫苗是没问题的 这个你也造 这种事你也干 这种钱你也挣 这些人呢 在2020年11月被捕 以前我做过一期视频 报过这个事 当时呢 我记得我报的时候 说是他公开新闻 说是只造了几千只 逮捕了70人 我说这个不可能 70个人才造几千只 这个效率也忒低 也不够他们这个获利的 也不够他们这个忙活的 可能嘛 就造这一点 操这个白粉心 挣白 挣白菜钱 不大可能的事情 果然现在报出来了 实际上呢 他造了是 不是几千只 造了5.8万只 获利1800万 这个还真是挣钱 就像常说的一句话 中国大陆流行的一句话 挣钱的生意都写在刑法里 真的没错 挣钱的生意都在刑法里写着的 你触犯了 那就是刑事 还真挣钱 1800万 关键是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一个是他流露市场了 再一个呢 就是说是 已经开始注射了 他好多疫苗 就是说是打着有关系 能搞到内部疫苗 那个高价往外卖 或者是 有这种实验性育苗 就是给特工的 其实呢 是内部特工 这个免费注射实验 其实呢 效果是一样的 现在呢 偷出来 把它那个低价 清销 你打上这个 可算超着了 第一不用排队 不用等待 第二 一样有效 第三还便宜 然后对外销售 好多时候呢 都销售到这个乡村 或者是委托乡村诊所 这个医生进行推销和注射 这个疫苗造成了 非常不好的影响 为什么呢 不仅是这个无效 对人有危险 而且他呢 后来这个生理盐水 灌装呢 不够了 干脆丧心病狂 直接用那个买来的 矿场水 纯粱水 就往里边灌 这种东西 不可能往人的血液里 身体里 直接这个灌注的 有可能 会造成这种生命危险 或者是这种恶性的感染 在另一起案件呢 性质又有不一样 不仅是在国内 进行这个什么 这个销售 还销售到了国外 一名姓李的 一名姓陈的 一名姓严的 三名男子 在知道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上个案子 说的这个姓孔的 他们在制造销售 疫苗之后 当然他不知道他是制造 光知道他在卖 就信以为真 当然这是一种说法 我估计可能是买通人员了 买通这个办案人员了 我不知道 我不懂法 我装作不知道 就给他说 信以为真 认为他是真的 只是这个内部的疫苗 他搞出来的 所以就花了132万元 买了2000只 然后呢 以货运夹带的方式 分两批次 把其中的1800只 运到了香港 这1800只之中的600只 再销售到了国外 还余下这个 200只 暂存在福建 这个资料呢 写着1800只运至香港 1600只运往国外 600只运往国外 余下200只 我不知道他这个资料不对呀 要么就是有1600只运往国外了 余下200只 暂存福建 可能那么意思 后来呢 知道这个 他的上家卖家 姓孔呢 被抓了 他们呢 就把临时 把这个存在香港和福建 福建剩余的这疫苗 全部销毁了 当然 他们还是被捕了 同时 还 这个 这些案件呢 他们都是仿制的 这个中国国药的 这个疫苗 同时呢 还破后了一起 仿制这个北京科兴的 我们知道北京科兴英语面更窄 这个疫苗效果更差 到现在这个也没有几家买的 但也有人仿制 也有 80人左右 用生理盐水 也是 这个 冒充 疫苗 进行 这种制造 后边就不说了 没啥意思 就无非就是做的比较真 还有防伪条 等等等等等等 就说这个新闻啊 就说 中国 中国 怎么说呢 这百姓呢 你说无知 可恨 犯罪 都不为过 确实如此 互恨 也是现实 但是呢 也挺可悲 中国百姓呢 被这个体制压榨的 已经丧心病狂了 正经的 勤劳呢 得不到什么钱 而且呢 经常呢 受到体制和社会的 这种无情的 这种鞭打 老老实实 轻轻快快 挣不到钱 逼得人呢 非常在这种 极端贫穷 贫困之下呢 不择手段 为了钱呢 为了生存呢 人是什么恶都能做出来 什么这个 丧心病狂的事 也可以干 不要说剽窃知识产权 不要说这个 做假模伪劣了 你像这种药品 就这种造假 那真是 不好说的 我都不好说的 真是为了钱 真是什么事都能做 这些人呢 还是一些散户 小造假的 你像那个 中国疫苗以前 爆出来的 那个叫做什么 狂犬病疫苗 发现其实就是 厂家灌的胜利盐水 里边没有一丝 有效成本 还有什么其他的 很多疫苗就是 毫无作用 访都访不过来 因为疫苗呢 几乎发明人和制作工艺 还有调配工艺 都是国外 首先创造科研出来的 中国呢 都是跟在后面仿制 仿制还跟别人 差好几代 认真做呢 效果还不好 更何况还有这么多企业 像刚才提到 这个做疫苗 现在做新冠疫苗的 这个科兴 它到底做出来的是 个什么货 谁也不知道 也说不定又是 为了骗资金 因为它以前就被发现过 它做的是摆摆破啊 还是什么这个狂潜疫苗 反正好几个案子 都跟它有关系 它就是一贯的 这种造成的低烈疫苗 这还是上市公司 还是这个正经的企业 所以说在中国 如果吃药 不仅是食品要注意 就是吃药 能买进口的买进口的 不要买国产的 这个尤其是对孩子 小的时候 儿童的一些药品 更是要注意 儿童奶粉 大家都知道 配方奶粉 还有儿童食品要注意 儿童食品尽量不吃 那些膨化的也别吃 这对孩子没有一点好处 你就是儿童的用药 也得注意 尽量不要药那种 什么儿童中成药 成天骗人的 然后无害 中药无害嘛 中药那个有很多啊 有害的 包括那个什么 宽木通啊 什么什么 很多很多的这种 过去传统的一些中药 他现在过去没有这个条件 古食品经验 全面经验 你现在中药 这个分析一下 有好多药品是不足取的 不能用的 虽然现在儿童用药 谨慎一些了 但是真的不如 西药更好一些 中药是有一些 中药的独到之处 但是现在 你不是过去 不是古时候 那个天人合一啊 这个人的五行调整啊 不是按那种理论来的 你不是按那种生活 你想用按那种 这种机制做出来的 中药 中医来调理身体 也挺难 你现在是个现代人 你不信这个五行 你信五行吗 你信注意吗 对吧 你又不信 你又不按那个生活起居 个人修行来做 那你怎么能按那种 过去的这种 这种汉方中药 来进行调理 来治疗呢 所以效果也不好 这可在另说着 你说是这个 儿童打的疫苗 一定要进口的 很多免费的 说是儿童到那去 打这个国家推荐的 而且还免费 或者是便宜的 国产的疫苗 记住 千万不要打 能不打国产的 不要打国产的 我那时候孩子 在那个国内的时候 我带着他去打疫苗 为了这个 我都换了好几家 这个防疫战 就是一定要能打上进口的 因为我当时看 有人那个医生还推荐 给前面人说 这个有进口的 有国产的 国产的免费进口的 这个价格高一些 你用哪一个 这个 那人说 差多少 考虑一下 用国产的吧 医生说 是 国产的也不错 咱都放心 反正进口的吧 可能 这个 也很好 它各有各的好处 有的呢 就推荐进口的 其实呢 为什么推荐呢 因为它有大量的提成 因为这个进口的呢 比方说在国外 这个成 那个正常销售价格 比方说是五美元 运到中国呢 可能就变成五十美元 有巨大的这个利润空间 但是呢 你真的 该狠狠心 咬咬牙 把花在别的地方 那个钱呢 用在给孩子打鱼苗上 要进口的 别人不要 别人抢着要国产了 只有进口的时候 还不打 等一等 你呢 是哪有进口的 去哪打 什么进口的 好 你要什么的 这个像辉瑞啊 像这个 德国的叫什么啊 反正美国的辉瑞 很多这种公司 大的医药公司 都联邦制药等等 都非常的好 一定要进口的 对孩子一定要 这个 把钱花在到日上 认可给孩子 少吃点 少喝点 少买点衣服 如果你经济紧张的话 自己吃的差点 这个疫苗影响一生 一定要给孩子打进口的 好了 不多说了 反正是看到这种新闻 就感觉 感觉心里挺毒 这个 这个要互害下去 这样 做人没有底线 这种民族以后 觉醒起来得多难啊 大家还得再多受 多受苦 拜拜